这个民众党的前发言人杨宝珍 他现在找到新工作了嘛 大家应该还记得2月的时候 他是在媒体面前要大哭 辞掉了他的党职 那现在4月16号传出 他接下来要担任的是 基隆政策推广大使 就是要跟小朋友啊 还有小火车一起来同乐 好那杨宝珍他本人是说 过往呢我都觉得政治圈 有太多这样肃杀之气 他说是因为认同市长谢国良 打造的亚洲最有爱城市这个理念 所以最后他才选择了基隆 那他也坦言说有其他的阵营 频频跟他招手 也有被拦淫的其他县市找过 但是最后他选择的就是基隆的部分 好那来看到他的这个民进党 民众党的其他同志 前立委呢陈婉慧 他就说了恭喜杨宝珍容认 另外Z9呢吴达伟他也说杨宝珍担任 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是适得其所 另外呢林振宇他也说了 他一定能够发挥专业以及所长 那但是有网友就提出来了 说如今加入基隆市府团队 恐怕接下来要改批蓝袍了吗 还有人说不管未来他是否要参选明代 回到民众党任职呢 或者是要转投靠懒赢 都还是要先保留政治的舞台 那党主席柯文哲他就说了 事先是知情杨宝珍 他有去应征这个职务 那讲选举的话现在还太早了 怎么不说他会改去基隆 或者是台中去选呢 好所以这个呢是柯文哲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一下 杨宝珍他的说法 在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其他阵营也有频频向我招手 对那我后来其实也做了 蛮多的一些评估 那当然最后我来选择到基隆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市长对于这个打造亚洲最有爱城市这件理念 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 那当然我本身虽然是台北人 但是因为我相信现在北北基陶已经是一个大的生活圈 那本身这四个县市政府 其实也都是有相关的一个合作的平台 所以我相信其实未来的整个合作还有相关的一些连结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的 也因此呢最后来到这个基隆 希望未来不管是在对于额少处可能有一些富佑的 或是额福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可以有所发挥之外 未来当这个市政府这边有其他的一些政策 想要做更多更多的推广 那我这边也会去透过不同的一些媒体平台 然后包含在网路社群的部分 也都会来进行一些推广 那让更多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来认识基隆这座非常美好的一个城市 非常荣幸跟高兴 可以跟这个杨宝珍 也就是我们前民众党的发言人 能够进行一些实质的合作 那我相信他在年轻人的领域 在妇女儿少的领域 都有很多的好评 那他自己的IG社群媒体 也是我们这个目前没办法去达到的 这种影响力的这种程度 所以我相信有他来帮我们推广 我们目前已有跟未来要推出的 一些儿少妇女的市政工作 我相信是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好 那我们就持续来看到 基隆市府这边似乎也是有蓝白河的一个状况 基隆市长谢国良 他的副市长是民众党的邱佩玲 他也是基隆的首位女性副市长 2022年的时候 谢国良他是击败的蔡世应 那收复了八年师徒 虽然基隆看起来是蓝大于绿 但是呢蓝银的基本盘 这几年其实是呈现萎缩的一个状态 那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部分的年轻选票 现在是被白银给吸走了 那黄耀明就说了 发起罢免的呢 就是自称是小草 所以谢国良某种程度 他是在做降低仇恨值的事情 另外林涛他也说了 杨宝珍在小草里面 他的恶感是超低 也就是说他的好感是蛮高的 那他讲什么 年轻人小草都会想要听 所以谢国良用他是非常精准的一招 那我们也来听他们的说法 不要忘记哦 发起要罢免他的 自己说自己是小草哦 对对对 对啊 所以他现在拉拢这个 所谓的民众党前发言人 去他的市政 而且是做所谓的政策推广大事 对 那某种程度是类似像 陈氏代言人这种感觉啦 对 那也不是坏事 所以我觉得以杨宝珍他的这个 所谓的他的风格啦 或者说他的这个口调 应该也可以胜任 那重点在于说 其实你要说什么蓝白合不合 邱佩玲就是本来 他去担这个基隆副市长 那时候本来象征的就是 所谓蓝白合的概念了 而且这个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其实2022年的时候 就已经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基隆当时就是蓝白合的状态 就是一个所谓的 基本上白印 他们没有推人 那就是跟他做所谓的结盟 一起去对抗绿营 2022年我们大家 我们不要活在2023到2024这一段 而忘了2022年的时候 那时候蓝白是一起监督民进党的 对不对 那时候林涛也没有对黄珊珊有什么意见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该监督民进党的时候 好好监督啦 那现在你执政了 就是把市政做好 这个蓝白合不合这个东西选战的东西 那是选战到的时候才有相关的议题 那现在谢国良 其实因为最近我也看到他整个气色好很多了 跟前一阵子比前一阵子 你跟那个当初跟林佑昌什么对抗 然后什么一下跟那个什么谁的律师 打来打去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林佑昌 谢国良市长那个时候有一点阵脚有点乱 那个时候节奏比较乱 那现在其实你会发现 他就回归到市政的议题上面 那这个本来就是 因为像内省那个事情 说穿了他就是一个标案的争议 你就让司法去理清 听说好像最近要准备开庭了 所以那个就让司法去处理 那只是说当今天回归到市政层面 他去做这样的人事安排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 谢国良市长用杨宝珍 是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期 精准 非常精准 非常精准的一招也不是齐 就是非常精准的一招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过去 大家在讲说民进党不是讲说 有一些出来连署的 很多是年轻人 那年轻人他过去也是小草的一员 不好意思 你先不要讲到那战狼派 战狼派可能在小草里面 不见得说大家的喜好度很高 可是有一个人他在小草里面 在年轻人里面 他的恶感超低的 叫做杨宝珍 叫做宝宝 那基本上我们在上一些节目的时候 只要杨宝珍在现场帮台湾民进党辩护 我们就说好啦 今天是杨宝珍 那我们切不同角度 那大家就会友善嘛 就是因为他的恶感很低 然后他的角度 他也很值得 就是他的沟通的角度 也就是说态度都非常好 那我觉得让人家觉得非常舒适 那小草也是 小草看到 宝珍耶 他讨论政策 大家就想听 就是说宝珍今天接下来可能在讲电动机车 在讲送安全帽 所以对耶对耶很好很好 如果今天如果宝珍能够再发那个安全帽 跟登记电动车的现场 再帮忙这个宣传一下 那我跟你讲喔 谢国良市长 我真的会呼吁你 要准备好数量要够喔 因为杨宝珍在现场很多年轻人就会申请的喔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精准的一招 而精准的一招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次柯文哲主席讲说 罢免谢国良是完全没有正当性的 再加上今天杨宝珍去担任西龙市政府的发言人 因为政策推广大使就是发言人 当发言人之后 我个人认为啦 这一次民进党或是民进党相关的友人 或是宣称小草的一些年轻人 要再炒作罢免这一题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确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友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